我绝不退缩 再重新回到起点 做不认输的少年 我会再勇敢一点 飞翔火山的蝴蝶 那就在此刻破茧 起舞在善良的夜 恭喜周深夺得新年首冠 腾讯音乐有你榜更新了2023年第一期榜单 周深新歌《一世有成》 夺得有你音乐榜2023年第一周首冠 歌曲《一世有成》于2022年12月30号上线 是腾讯新闻2022-2023年跨年主题曲 另外周深还有9首歌曲在榜 都位列榜单高位 花开忘忧 焰火 舆情 分别获得周榜的第6 9 10名 也就是前十中周深独占四个名额 真的很优秀 每一首都很好听 最后腾讯音乐2022年度榜单 也将在10月10号揭晓 期待周深获得更多的荣誉 相信周深在新的一年会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和获得更多的舞台 第一反应我想说隐约老师 辞作老师 嗯 因为一开始我们作为新人其实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沟通 对 你更严肃地说 他说你会不会唱歌 你就会觉得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机会 然后最后让想帮你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到良师益友的话 我第一个想的肯定是隐约老师 因为没有他 我是不敢站出来唱歌 更不要说是我现在都敢说 在最新一期时光音乐会中 周深提到了自己的良师益友 隐约 还记得在录愿得一人心时 周深就曾发过微博 表达对隐约的感恩 微博介绍说 隐约用五条六十秒语音 一句一句地告诉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写 分析感情 因为时间紧张 周深害怕录不好 也是身在国外的隐约 顶着时差不断地鼓励自己 并表示可以随时视频坚唱 所以周深总是说 隐约是扶着自己长大的姐姐 周深会问隐约 你怎么那么不求回报的对我好呢 隐约的回复永远是为你骄傲 后来周深参加我是歌手节目 也是隐约不顾时差 每一次陪着周深一起选歌 编曲熬夜弄歌 隐约是周深的良师更是一友 期待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更经典的作品 你们羡慕这样的友谊吗 特别特别谢谢他们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去 圆一个歌手梦 欢迎隐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台上的各位老师 隐约好 周深好 隐约好 隐约是周深的良师更是一友 没错 周深作为歌手最成功的也许就是坚持自我的存在 坚持自己喜欢的音乐道路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唱自己想唱的歌 一路走来 经历波折不断 但好在 他把那些坎坷曲折和诽谤非议踩在了脚下 不断进步 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和特色 一须改编自阿杜老师的Andy诠释了自己 也诉说了倔强的不屈 可是Andy 或者是不需要道理 谁都可能 但是得失去勇气 在你的世界里成为谁 不要谁答应 你在你的路上 我哪里再不需要指引 或使我会无理会 时时刻刻怀疑自己 问谁都会像你 想放弃灰心 但经历的每个难题都会被你踩在脚底 就像放异图上那个你最喜欢的你自己 但经历的每个难题都会被你踩在脚底 就像放异图上那个你最喜欢的你自己 可是Andy Andy 周深说 在歌词中看到了自己 所以他唱得唱快淋漓 我们听的也痛快酣畅 这也许就是颜味心声 歌衣永智 他真的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能唱好一首歌 哪怕是随意的横唱 都足以打动人 因为他能引起听者的共鸣 共鸣 所以共情 所以感动 还记得周深在一群时 对台下的粉丝说的话 我会认真对待我的每一个舞台 我很害怕你们对我失望 我怕你们会说 我觉得周深这次好像没有好好唱 我想成为你们的底气 当你们说出你们喜欢的歌手叫周深的时候 别人会说 哦 我知道他 他唱歌很好听 平凡的角色站在小小的舞台 他是Andy 是周深 或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平凡又努力地活着 不需要道理 不屈地挣扎 终会换来风雨之后的涅槃 所有的过往 也终会化成繁星 照耀星空 荡敌晨星 方香刺激 光亮刺激 因为你不小心刮到了 但是我发现 这个液体创可贴真的很好用 但是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液体创可贴 它到底它的依据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它是否真的有效 但是因为我是那种贴了创可贴 手就特别贱的人 所以我就来去抠它什么之类的 然后创可贴 哪怕是你用了防水的创可贴 你去洗澡啊 或者洗手 你还是会把它浸湿 但是这个液体创可贴 它真的洗手 不会把它浸湿 它真的很厉害 下雨的声音 下雨的时候 液体创可贴也不会浸伤口 主要是它非常高效地控制住了 让我去抠伤口 为了跟你们说 这个事情我把它抠掉了 再重新上一下 我觉得这个蛮有用的 所以 其实我们 平常都会一不小心碰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弄到一些小伤口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不要去碰它 下雨的声音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然后也是一个时间 改编时间非常短的一首歌 所以最后能够改编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的 它其实是一首比较小一点的情歌 我觉得把它改的稍微大了一点吧 改的比较大一点的情歌 对于这样的改编 希望方文杉老师能够喜欢 主要是我特别开心的是 郑姐听完之后 就是我们所有 所有整期都录完 然后任姐就 任姐 郑姐 舌头怎么回事 郑姐就 就在私底下来跟我说 你刚才那时候下雨的声音 都把我听感动了 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希望可以感动你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